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国内简单的来注册一个现在非常火的亲爱的GPT的账号 首先呢,我们来打开这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的里面呢,点击这个注册按钮 然后会弹出这样的一个页面 这样的页面里面呢,最好你是有一个谷歌邮箱 那么你直接选择下方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你可能还要填入其他的邮箱 还要去验证邮箱 所以你有谷歌邮箱是最简单的 我们直接点击Continue as Google 然后在这里面呢,会让你潜入谷歌邮箱的账号 然后点下一步 那下一步里面呢,就是需要你输入你的谷歌邮箱的密码 然后再点Next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一步里面呢,可能会让你证明你不是一个机器人 你是一个人类,你只要点击一下这个Verify就可以了 然后弹出这样一个页面 这样的页面里面呢,是默认的是你的邮箱的账号的姓名信息 你可以更改它,你也可以直接点Continue默认它 也可以 这一步呢,是最关键的 这一步呢,是需要你输入一个手机号来收取这个验证码 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手机号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你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呢,找你国外的朋友来收这个验证码 或者是从网上,很多人从网上去找那个虚拟的手机号的网站 去购买一个虚拟的手机号来收这个验证码 我呢,是找朋友的,这个是最简单的,最快的 而且这个国外的手机号呢,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朋友已经之前注册过 用他的这个手机号,收过这个ChatGPT的验证码的话 它可以重复使用,你可以让你朋友继续来收,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都试验过 好,这个发完以后呢 然后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把它的验证码发给你 然后你把验证码填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这个页面结束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也就是这个页面 那大家看我这里边呢,这是一个登录的状态 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账号,没有任何的这个记录的 那这里边你可以跟他开始聊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你好 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聊 你可以跟他问任何问题 比如说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些我之前已经聊过的一些截图 比如我问他,让他写一篇关于狗的现代诗 他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然后让他写一篇小说 他也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但是我如果问我想吃狗肉怎么办呢 他会说吃狗肉是不道德和非法的行为 并且也可能不卫生和不安全 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吃狗肉 而是选择其他的视频来满足你的隐私需求 是吧,所以他还是一个挺文明的 然后你让他写一篇关于吃狗肉的现代诗 他会说这是一个不合适的话题 并且在许多地方是非法的 作为人工智能我不会创造这样的内容 所以说他还是有原则的 所以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可以跟他聊任何话题都可以 包括在国内不能聊的话题都可以 那这个注册的教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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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zard también